各位同学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讲一讲我们国家的乙肝预防情况。 目前乙型肝炎仍然是当今世界上趋带解决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。 全球大概有3.5亿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,每年新增感染者的数目是500万。 大概有80万的人每年死于乙肝相关的疾病,比如肝硬化、原发性肝细胞癌以及肝衰竭等等。 我们国家是乙型肝炎的高负担国家,这是全球的慢性乙型肝炎感染状况。 我们可以看到红色的部分区域,他们的感染率是高于8%,而我们国家就属于这8%,属于高感染区。 全国血清流行病学结果显示,我们国家的高流行区,人群当中表面抗原的阳性率可以高达57%,而全国人口中乙型肝炎表面抗原的携带率大概是9.75%。 慢性乙肝患者,也就是说肝脏已经出现炎症病病的大概是2000万人。 总的来说,感染率比较高,而且感染人数众多。 而且乙肝它目前缺乏特效的药物,也难以进行完全的治愈。 所以,乙肝是我们国家社会负担最大的疾病之一。 2016至2021年全球卫生部门病毒性肝炎战略提出,要求全球到2030年的时候消除乙型肝炎病毒作为公共卫生的威胁,达到新发感染减少90%,乙肝相关死亡减少到65%,这是和2015年为机械来进行比较。 那么,具体的目标就包括全球5岁以下的儿童,表面抗原阳性率要从2015年的1.3%降到2030年的0.1%,乙肝相关的死亡病例要从2015年的88.7万人减少到2030年的30万人。 我们国家在乙肝预防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,其中乙肝疫苗的接种是预防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重要措施。 接种的对象是新生儿以及婴幼儿,15岁以下的没有免疫人群和高危人群,比如医务工作人员,经常接触乙肝的人群,以及表面抗原阳性者的家族成员,男男同性恋者,多性伴侣者等等。 1992年,为了推进乙肝的预防工作,原来的国家卫生部将乙肝疫苗纳入了计划疫苗管理,所有的新生儿都可以去免费的接种乙肝疫苗。 乙肝疫苗的接种需要全程进行共三针,按照0、1、6月这样的一个程序来进行接种,也就是说接种了第一针疫苗以后,分别要在一个月、六个月来注射第二和第三针。 从1992年,我国实行新生儿乙肝免疫接种政策以来,其间国家在不断地加强对乙肝疫苗的接种实施力度,全程接种率从1992年的30%上升到了2012年的99.7%,乙肝疫苗的接种率有了明显的提高。 在2014年,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我们国家1至29岁年龄组人群以肝阳性率进行了调查。 结果显示,1到4岁、5到14岁以及15至29岁年龄组的人群中,乙肝肝炎病毒表面抗原的阳性率分别为0.32%,0.94%,4.38%。 与2006年的调查结果相比较,各低年龄组人群中,乙肝肝炎病毒表面抗原阳性率下降幅度非常大,14岁以下人群的表面抗原阳性率均低于1%,这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的防控水平,充分说明了疫苗接种卓有成效。 其次,母婴垂直传播是影响乙肝肝炎病毒感染并且慢性化的主要因素。 通过胎盘而获得感染乙肝肝炎者,患者通常会终生携带乙肝病毒。 在尾产期和婴幼儿时期感染乙肝肝炎病毒的人群当中,分别有90%和25%会发展成为慢性感染。 我们国家通过不断的推进乙肝的母婴阻断,使得乙肝妈妈也能够产下健康的宝宝,这大大的减少了乙肝的威胁。 另外,通过实行义势泻血,杜绝买血行为,规范相关的医疗操作,也极大的保障了血液安全和注射安全。 此外,乙肝感染的诊断和治疗手段在不断更新,这使得我们能够早发泄、早治疗患者,从而延缓病情发展。 总之,和30年前相比较,我们国家的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控制。 但是,由于历史原因,我们国家泄从的乙肝感染者人数仍然众多,总体的疾病负担仍然比较重。 部分地区慢性乙肝患者诊断率也是比较低。 此外,抗病毒治疗药物尚没有完全地纳入到医保系统当中,使得治疗费用比较高。 但是,我们相信,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,以及各种保障制度的完善,就能够不断地推进高危人群的乙肝疫苗接种。 那么,使得我们国家的乙肝预防将取得更好的效果。 好,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。